毅夫怎麼觀察今天的戰局 我覺得當然這一次的藍白河 當然主要會偏向於侯科沛的走向 那今天談的過程當中 當然他們兩個人確定會在 同一張選票的同一欄為出發點去談的嘛 所以他祭典計算 所以事後大家的解釋是 祭典為勝則為政 輸著為負嘛是走這一個方向 所以你從機率來看是侯科的機率比較高的嘛 因為最關鍵的一件事情 為什麼是7號到17號這個時間嗎 我們都知道在前一段時間一直到現在 侯的民調有有增強嘛 所以為什麼科妥協7月到17號 其實這是一個我一直很納悶的 因為現階段他們就四個人談 現在流出來的內容也不多嘛 後面最終在決定三個民調專家去怎麼去把所有的民調收容以後 怎麼去認證的問題 有四卡都的 有三卡都的 那裡面最終就回到所謂的社會已經公佈的嘛 那這樣子做法當然對侯友宜相對有利 所以大家都在問一件事 科你為什麼要妥協 而這個妥協下去不是政府總統哦 連部分區都會受到影響哦 連部分區都會受到影響哦 所以你為什麼要妥協最終的原因到底是什麼 大家也在猜嘛 大家也在猜嘛 當然 呃中國是其中是不是有因素 我也不是那麼篤定 但是有一個非常奇怪的事情就是 蕭旭成2月2號到5號去了一趟北京回來 就出現了一位什麼科技人才就劉兆璇啊 談完了以後呢你就發現呃 蕭旭成上節目去講了然後劉兆璇又去北京了 又去南京了嘛哦 那是兩岸峰會兩岸峰會好像去的人 是七常委王富寧嘛哦 那王富寧的身份大概又比國台班高了吧 一定高了吧 然後這兩兩個人動作一個回來一個去 你會不會產生很大的聯想 有很多的聯想 所以他們本身都可能是重要的密使 以及他們本身不但是重要的密使 他們中間的傳達跟這個代理很明顯的影響了這一局 這一來一回你很容易讓人家誤解是一個回來是傳達消息 一個是去回報事情 嗯 這會很容易讓人家聯想到這一個場合是不是有背後的因素是有其他因素嘛哦 所以 這一個會議裡面當然也會被夾雜的很多顏色 除了藍與白以外 大家又把紅色給夾進去哦 當然這裡面會不會或多或少的影響 當然談到柯本哦 我覺得 柯本只有三個選擇嘛 一個不投一個投賴嘛 然後一個 一個 投郭 那有人就是乖乖的跟著柯文哲走 當然 你這樣算下去的時候現在的問題是 如果兩邊談到這個地步 其實我們也就不太需要討論郭台銘了吧 因為郭台銘的票要往哪裡走 因為郭台銘的票不是回國民黨就到柯文哲 結果兩個合的話那就只有一搭四啊 要嘛你就不投了 因為不然你如果真的很生氣 有些選民會不會氣到去投民進黨 也不排除氣到去投民進黨 要給大家好看嘛 到最後的整個變化會是怎麼樣 我覺得和也不一定會贏 我覺得和大概就是跟賴清德裡面 大概五五波在對抗 但是你看到賴清德 我想應該蕭美琴不會變了 就是說這兩個人相對的穩定性比較高 會不會侯跟柯選到一半在吵架 會 而且侯跟柯對很多議題可能意見不一樣 對會不會吵架 柯是個大嘴巴 會不會講了什麼 又在外面講了什麼話 侯要去散後我身等等的一堆問題 而且柯文哲每次都說給侯友宜選也不會贏啊 那柯文哲幹嘛當他副手 對就是說柯文哲幹嘛玩到這裡就認輸 妥協性 他的妥協 我相信一定是有原因的啦 但是弄出來的一個時序跟結果 看起來是對柯不利的 哈囉大家好 我是林冠 我有全新的官方個人頻道叫做 林冠說說看 歡迎大家跟我一起來說說看 也歡迎大家訂閱分享 按下小鈴鐺